怪首施工工人来来去去 这处建案刚开始打地基 近期却传出建商疑似破天荒 降价退钱 我有听过买东西买贵退茶价 买房子买贵退茶价是头一招 应该是学东西 顾客上门这样子 民众听了都感到不可思议 动辄几千万的房子有在退钱的吗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的建案 开价每平55万元起跳 总价2300万到2900万左右 金船每平条降3万元 等于一户能退回超过100万 但有无正式签约户建商人未回应 强调开案前有修正价格 但并非直接退款给买房 公开销售有一段时间 我们预计的工期是三年 想要增加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 曝光率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物质 然后造就这样的美丽的物费 也有可能 预售案价格下修 堪称史无前例 回顾2013年有建商预定在台中西区 一株千年老树旁 行建28层大楼 300多户遭秒杀 但居民发起户数运动 最后建商决定不盖了 退回所有定金 高达3亿元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房市受到升息 打房等重挫 交易量降温 中南部预售市场 同样受到影响 台中疑似有个案 私下降价 房市潮水退了吗 备受市场关注 记者组合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